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17日,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完成全部既定任务 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让出对接口,迎接问天实验舱的到来 期间,天舟三号一直处于半飞的状态 将拍摄整个对接过程 等到问天实验完成对接之后 天舟三号将会触控离轨 届时将会通过两次轨道的控制 将天舟三号飞船的轨道降低 再入大气层 18日,西舱卫星发射中心举办空间站建造 即问天实验舱飞行任务决战实施大会 随后,问天实验舱与长征五号B-13运载火箭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垂直转运 此前,长征五号B型摇二火箭 将天舶号核心舱送往太空之后 并没有马上落下来 因为星级火箭直接将天舶号核心舱 送往了太空的预定轨道 这样一来,它的速度就也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 基本可以和天舶号核心舱共轨运行了 不过由于它和天舶号在分离的时候 有一个反推力 它的速度会相比天舶号要慢一些 而且轨道会不断降低 最终它仍将会进入地球大气层 坠落到地球表面 这个时间大致在发射后的十天之内 但是这件事却让西方一些人和媒体吵吵开了 他们认为长征五号B型摇二火箭 是一个不受控制的人造物体 从太空中坠落之后 很可能会对地面造成破坏 而且降落的地点无法预知 甚至有可能降落到大城市中 整出了一个中国火箭残骸失控威胁的话题 美方也称动用了军用雷达监视长征五号 新级火箭的飞行轨迹 甚至有消息称考虑拦截 而台媒则跟风造谣称 中国长征火箭失控将坠毁 并声称晶片有瑕疵 这纯粹就是大惊小怪 或者说无中生有了 长征五号残骸虽然很大 但是由于降落的速度很快 在重返大气层的时候 速度会在第一宇宙速度附近 或略少于每秒钟7.8公里 这速度之下 航天器会和空气剧烈摩擦发生烧食现象 因此大部分都会在大气层中焚毁 一些小型部件 有可能会掉落到地球上 撞击到人类建筑物 或者伤人的事件发生的概率很小 实际上 任何一次的航天发射 火箭的舰体都是要落下来的 只是二级三级火箭等其新一级火箭不会入轨 其坠落的时间较早 但无论早晚它都是要坠落的 并且也不受控 撞击人或建筑物的概率和长征五号残骸基本是相同的 而二级和三级火箭等的残骸 也大部分都会重新返回大气层 坠落到地球表面 它们也是不受控的 只是其体积和重量都比较罢了 美国是世界上火箭和航天器发射数量最多的国家 除了马斯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近几年制造的 一些受控降落的火箭之外 无论是美国宇航局还是波音的航天公司 它们发射的一级二级三级火箭 乃至土星五号火箭等 这些火箭残骸最终都通通坠落到了地球上 谁又问它们的火箭残骸不受控降落事件了呢 而实际上即便是马斯克的猎鹰九号 这种世界上唯一的可重复使用的商业火箭 其火箭的第二级也是作为不可控的残骸 坠落到地球上的 不但是美国的火箭 美国的航天器也比其他国家从太空坠毁得多 美国的天空实验室就是史上最大的单体航天器 长约30多米 重超80多吨 比长征五号残骸重多了 其在1979年坠落的时候 部分残骸砸到了澳大利亚南部的沿海小镇 埃斯佩兰斯 该镇就此时向美国和NASA提出赔偿 要求赔偿400美元 然而美国和NASA根本没有搭理它们 一分都没给 而造谣的台湾媒体近日则在大肆吹捧 自研HTTP-3A火箭 该火箭原预定飞行时间8分钟 高度12公里 发射后85秒到达10公里高的最高点 之后开启减速降落伞 用渔船回收 但实际上从发射到落海整个过程 只持续了短短两分钟 飞行高度只有三公里 该火箭研究中心副主任 卫士星认为 这次算是99.9%的成功发射 多加绿煤则大肆炒作称 台湾火箭大成功 对此由岛内网民嘲讽 这升空时间这高度 也就是个大炮仗吧 杂到人怎么办 在他之前火箭飞鼠一号发射也遭遇了三连败 更有网友明确表示 哪怕是再给台湾一百年的时间 恐怕也依旧赶超不了大陆 此前 我国长征三号仪火箭就做过助推器散降回收试验 试验结果良好 我国曾利用加装了 隔山舵的长征二号丙火箭 执行了火箭残骸可控坠落技术试验 最终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20年12月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八号首飞成功 长八火箭研制团队围绕火箭一级回收开展了不少技术尝试 以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为目标 按部进行火箭回收实现 据了解长八火箭已经在着陆缓冲机构 低空低速的返回断制导 自主控制等回收技术领域 做了试验 后续将在回收关键技术进一步攻关 我国民营商业航天公司也围绕火箭垂直回收 做了不少工作 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星云M一号试验舰 日前完成了一公里级垂直起飞及降落飞行试验 火箭在爬升和下落的过程中 同时进行了横向运动 最后降落至距离着陆场 把心位置不足0.5米的点位 实现该试验舰成功回收 这是进美国SpaceX之后 全球第二家完成液氧煤油火箭垂直回收 复用全部低空工程试验的公司 仅用10个月3次的发射试验 就达到2012-2013年SpaceX一年约8次发射试验同等集成果 星云M配备的雷霆5发动机 是国内首型使用3D打印技术 实现整机制造的蒸酸式液氧煤油发动机 蒸空推力可达50千牛 并且可以实现50%至100%的推力调节 根据预期 深蓝航天可能在未来两年半时间 实现入轨可回收 据悉 长征5号所用氢燃料全靠进口 法国人更是控制着中国航天的命脉 这是真的吗 液氢虽然是种清洁能源 但很考验储存技术 因为它的费点是零下252摄氏度 这就要求装备液氢的设备 绝热效果要好 更不能导热 否则液氢储存装置 很有可能会在运输的过程中发生爆炸 由于我国早期的液氢制造技术不成熟 所以产能始终跟不上战略发展需求 而美国的清能产业发展较早 液化氢工厂就超过了15座 每天能制造数百吨液氢 但美国在清能产业链上 对外实施了技术封锁 限制美国本土液氢制造企业 和盟友液氢制造公司 对中国出口相关设备和技术 后来 我国在研制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时 蓝星航天与法国的液化空气集团 展开了合作 从法国购买了液化空气的冷箱设备 和配套的德国凯撒公司的压缩机 以满足航天领域对氢燃料的破解需求 但法国设备每天只能完成两吨的产能 而且我国只有三座液氢工厂 分别是海南文昌 西昌基地和北京101所 难以跟上我国航天事业迅猛发展的需求 2021年9月 我国航天6月历时400多天突破了氢液化设备的核心技术 实现了液氢制造设备90%以上的国产化 据悉 自主研制的氢液化系统调试成功 能连续稳定生产液氢35个小时 满负荷工作的情况下 每天的产能可达到2.3吨 氢液化设备走向国产化 即便法国不向中国出口相关设备 中国也不害怕受制于人 此外 航天6月还在液氢的储存运输上 加大了研发力度 并与各大高校和企业 联合研制出了重型卡车车载液氢供氢系统 为技能产业面向更广大的市场做出了铺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